第四十四章 公司有问题 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由于我们迟迟不肯开门 外面那只鬼剑没办法再演下去 便一直没再有什么动静 他甚至连门都懒得敲了 陈鹤和石小天他们 也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总算乖乖安静了下来 屋内一直平静了好几个小时 但我始终没敢睡过去 我就怕这些人里面再来个脑残 偷偷跑去开门 我靠在角落里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这只鬼 剑哄骗我们不成 便不再继续敲门了 而我那晚被困在这里的时候 张美倩却是一直在敲 直到天亮才离去 一开始 我还想不通这个问题 但后来我好像想通了 当时张美倩冒充公司的人 想骗我开门 但最终被我识破 既然明知道我不会开门的情况下 他还一直敲了这么久 给我造成深深的阴影和恐惧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很可能是在故意吓唬我 他知道这栋凶宅里面有更厉害的鬼 所以要把我吓走 免得我被那只厉害的鬼给害了 而当时陈雪也在装鬼吓我 我怀疑这陈雪应该跟张美倩认识 或是有什么约远 否则的话 这完全解释不了 陈雪为什么要配合张美倩一起吓我 还有之前在外面 陈雪说起张美倩的时候 一直都在强调张美倩和冯淑文两口子没害过人 由此看来陈雪和张美倩应该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不明白 陈雪到底在调查什么事情 要几次三番潜入这栋凶宅 而且最让我意外的是 他竟然能看到鬼 这里说 看到 显然不太准确 因为隔着一道门 陈雪肯定是看不到外面 但他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外面有鬼 这是不是说明 他能够感应到鬼的存在 而且 我当时还问过他 他给了一个肯定的回复 也就是说 他真能感应到鬼的存在 我顿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我能分辨出鬼 全凭我自己的推测 但有时候也会出错 就好像刚才 我差点就要开门了 而陈雪 似乎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忽然想到 陈雪和陈小妍是姐妹关系 难道陈小妍也能看到鬼 当然 陈鹤这个废物肯定是看不到鬼的 我愈发觉得 陈雪有些神秘了 他身上好像隐藏了很多秘密 只是他嘴巴沿得很 他不想告诉我的事 我怎么问他都不会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很快 天亮了 李哥 天亮了 天终于亮了 我们是不是得救了 石小天很激动地凑过来问我 完全没有一丝尴尬 我心说 这哥们脸皮是真厚 有需要的时候就李哥 没需要了就李牧 或者骇人惊 我根本不想搭理他 直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信号果然又回来了 石小天见我不理他 顿时也有些尴尬起来 向龙 现在有信号了 你马上报警 我通知吴主管 我忙对向龙说道 一听说手机有信号了 其他人纷纷掏出自己的手机 就准备给家里人打电话 人在经历生死过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家人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陈鹤第一时间 竟然是打给他 那个当经理的姐夫 向龙很快就拨通了报警电话 而我也给吴主管打了过去 吴主管很快就接了电话 显然是一宿没睡 一直在等我的电话 这老东西 估计知道昨晚会出事 李牧 你们 没事吧 有事 我语气不太好 冷淡道 高翔和周琪可能出事了 周琪是当着我们的面 被不知名的东西给拖走的 听到我的话 吴主管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几乎是脱口出 又他妈死俩 似乎是反应过来 自己言辞不当 他立马又改口道 娜娜什么 其他人没事吧 你们现在在哪 报警了没有 我自然是如实回答 说我们还在别墅里面 已经报警了 一听说报警了 吴主管顿时沉默了一下 但没说什么 只是告诉我 他一会儿就过来 然后便挂了电话 我叹了口气 至今想不明白 公司为什么执意要派人来 这栋凶宅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 把凶宅卖出去 据我所知 这栋凶宅收购价是100万 起拍价是200万 按照当地别墅的市场价 这栋别墅最多也就值300多万 就算那些土豪不差钱 最终以500万的价格成交 那公司顶多也才赚400万 可昨晚如果不是我在这儿 这里得死多少人 死人了 公司自然得赔钱 到时候赔出来的钱 绝对不止400万 我很清楚 任何的买卖交易 都是要先评估风险的 而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可公司的这种做死行为 能赚到什么钱 而且 哪怕就是死一个人 这对公司的声誉 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实在想不通 公司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 到底是要干什么 很快 别墅外面就想起了警车的声音 这一次是真的警车来了 我立刻带着所有人 离开这个房间 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看到 周琦和高翔的尸体 甚至没闻到一丝血腥味 很显然 昨晚上我们听到的所有动静 其实都是鬼魂 制造出来的假象 建门外什么都没有 石小天他们 顿时就头皮发麻了 大喊大叫的就冲了出去 我自然知道 只要天亮了 这栋别墅就是安全的 但我仍然不想在这里多待 从别墅里面出来 我们看到了很多警察 还有公司的人 我以为会像上次那样 公司来的就是无主管他们 可没想到 这次来了 起码有十几个人 而且 我还在人群里 看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竟然是我们玉龙集团 在蓝江市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 可不是某个部门的经理那么简单 我们集团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 总共被分为四大区域 每个区域大约有十几家分公司 而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总经理 要负责十几家分公司的运营和日常事务 虽然他们的职位和权利 没有董事长和CEO那么大 但也仅次于此了 我真没想到 这一次 竟然直接惊动了总经理他老人家 看来这次的事情 真的闹大了 第四十五章 被公司威胁 别墅门口 吴主管很快就朝我们走了过来 低声嘱咐我们 待会儿别乱说话 尤其别在警察面前乱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 事宜其他人都尽量少说话 有什么话让我来说 没过多久 一个警察就过来给我们做笔录 问我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警官 昨晚我们失踪了一位同事 还有一位同事 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拖走了 我们在屋子里躲了一晚 我如实向警察汇报 我确实没撒谎 但只字未踢鬼 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我如果说出来 肯定要被当成神经病 石小天他们见我撒谎 顿时有些错愕地看着我 我看他们这副表情 就知道吴主管 为什么要让他们少说话了 这帮人还是太年轻啊 根本不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但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警察只给我做了笔录 简单询问后 就不再问具体的细节了 而且也不问石小天 和陈鹤他们 我由于坐过牢 还是比较了解警察的办案流程 按照流程来讲 一下子失踪两个成年人 这么大的事 我们几个少说 也要被带去局子里 挨个进行谈问 可这些流程通通都没有 我只看到我们集团的总经理 跟警察那边的人交涉几句之后 警察就说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我和向龙他们面面相去 根本没反应得过来 就被公司的人催着上车 似乎要带我们去哪 临走前 我还看了远处一眼 发现老宋竟然还在那 顶着一对黑眼圈 不得不说 这老头儿真讲义气 还真在外面守了我一晚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敢过来 我现在更是不知道要被带去哪 甚至连手机都被公司的人收了 也只能等事情完结之后 拿到手机 我才能跟老宋联系 车上 我乘坐的这辆车 是别克商务七座 车上除了我和陈雪陈赫以外 还有吴主管和陈赫的姐夫 我没想到陈赫的姐夫居然也来了 他只是财务部的经理而已 但他应该是为了陈赫和陈雪来的 毕竟是一家人 多少会担心 路上 我好几次都想问点什么 但吴主管没给我机会 他一直在吵我实眼色 我便不敢再问了 陈赫也忍不住想问他姐夫 但都被他姐夫瞪了回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们被带回了公司 分别被看押在接待室里 我们公司主要还是以业务为重 所以有一层楼 几乎全是接待室 我一看这情况 顿时就有点发忙 这公司的人 又不是警察 我们又不是犯人 他们凭啥看押我们 而此时 我一个人被关押在一间接待室里 门口站了两个保安 我想去上个厕所 他们都不让 我顿时就头皮发麻了 这情形 我好像在电影里见过 一般这种情况 不是要被严刑拷打 就是要被灭口 我心说 几百万的买卖 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吧 我忙站到茶几上 朝外面看了一眼 我看到石小天 被人从房间里带了出来 有两个保安 一左一右的守着 好像带着他 去了经理的办公室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喃喃自语道 难道 公司是打算 跟我们签保密协议 不让我们把凶宅闹鬼的 是泄露出去 可就算是如此 也不用这么大阵仗吧 我就这么站在茶几上 一直站了有十几分钟 没多久 我就看到石小天 从经理办公室的方向出来了 我看得很清楚 他脸上带着怒容 手里 还拿着什么东西 不出意外 应该是什么协议 我顿时有些疑惑 心说他 怎么会是这个表情 按照他的阅历 和胆小怕事的性格 他刚才进去的 可是经理办公室 就算签的是保密协议 脸上顶多是无奈吧 他怎么会这么愤怒 我脸色不惊一变 只想到一种可能性 他可能被公司给威胁了 可公司为什么要威胁他一个无权无视的人 到底威胁他什么了 而且 公司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压了起来 难道要威胁我们所有人 我顿时有些害怕 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人 没权没事的 本来被鬼敲门这是弄得都自身难保了 现在还要被公司威胁 我特么到底招惹谁了 很快 我又看到相龙从房间里被带了出来 也是朝经理办公室那个方向被带走 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 所有人都陆陆续续被带了出来 而且回来的时候 手里全都拿着一份资料 脸上全都有些愤怒和无奈 唯一一个比较平静的人 就是陈雪 就连陈鹤回来的时候 都骂骂咧咧的 似乎也被威胁了 众所周知 这哥们跟我们可不一样 他在公司是有背景的 难道连他也被公司威胁了 我顿时更发出了 因为接下来就轮到我 我还没来得及从茶几上下来 那两个保安就推开了门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俩保安一脸奇怪地看着我 小子 爬这么高 你属猴的 那什么 大哥好眼力 走 两个保安不由分说 直接拉着我就要送我去经理办公室 我没敢反抗 乖乖走了进去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总经理的办公室 不得不说 位高权重的人 就连办公的地方都如此奢华 但我没功夫感叹 因为我看到 总经理本人就坐在那 正一脸微笑地看着我 咱们集团的分公司 若按照区域来划分 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 而兰江市 就属于东区的经理在负责 也就是我面前这位 这位总经理姓曹 叫曹鸿辉 大约四十多的年纪 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本人 顿时有些紧张 尤其是他那股上位者的气场 完全不是老王和吴主管这种职位的人能比的 你叫李牧 对吧 曹总冲我笑了笑 示意我坐在他对面 我没想到 堂堂一个区域总经理 竟然对我这么客气 我顿时更紧张了 因为他这种笑 不是那种友好的笑 我说不太出来 但总感觉有点阴险 第四十六章 上了贼船 你好 曹总 我是李牧 之前是销售部的 面对这么位高权重的人 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的紧张 连说话都在发抖 似乎是看出我的紧张 曹总微微一笑道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喊你进来 只是想了解一下昨晚发生的事 毕竟死了两位员工 公司也是很重视这件事的 我听到这儿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昨晚到底死没死人 连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确定 因为我没看到高祥和周琦的尸体 可曹总却直接告诉我 死了两位员工 难道警察已经发现 高祥和周琦的尸体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错 周琦和高祥的尸体 的确已经被发现了 曹总叹了口气 心情似乎也很沉重 警察在别墅二楼的某个房间 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他们是上吊死的 唉 也不知道这两个年轻人 到底经历了什么打击 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呢 我将坐在沙发上 心脏狂跳起来 这两个人 是上吊死的 开什么玩笑 先不说高祥是怎么死的 那个周琦可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被人强行拖走 他怎么会是上吊死的 我突然意识到 公司好像并不在乎 高祥和周琦死了 他们只在乎 这两个人是怎么死的 现在估计连警方 都还不确定 这两个人的死因 但曹总话里话外 都在暗示我 这两个是自己想不开 所以才跑去上吊的 李沫 你是昨晚的当事人 我想听听看你的分析 曹总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我 意味深长道 我刚才把其他人 也叫进来问过 他们都说 昨晚上见鬼了 是鬼害死的那两位员工 你跟曹总说句实话 昨晚 你们是不是真的看到鬼了 我咽了口唾沫 顿时紧张得不行 这话里话外的暗示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连想到公司收走我们的手机 又把我们单独安排在接待室 还有石小天他们 从办公室出来之后的表情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当即摇头道 回曹总 见鬼这是我不太清楚 说句实话 当时那种情况 我们都被吓着了 出现什么幻觉 也很正常 总之我是没看到鬼 我觉得 大概是有杀人狂 在附近游荡 我撒谎了 而且不得不撒这个谎 石小天他们 显然是近来说了实话 所以才会被威胁 我不能再犯唇 去重复 犯所有人都犯过的错误 这家公司明显就有问题 而且问题不小 他们甚至能跟警方谈条件 在这么大的案子发生之后 还能直接带走我们 这全是 当真不是一般的打 而我只是个普通人 根本没半点实力 可以跟公司相抗衡 人家动动手指 都能灭了我 听完我的话 曹总仍然不动声色 但我明显观察到 他眼神之中 闪过的那丝惊讶 好 曹总竟主动给我倒茶 一边说道 现在这些年轻人 老是喜欢神神叨叨的 不太脚踏实地 你的资料我看过 你小子似乎有点劣迹 可我这个人 最不在乎的 就是人家的过去 我只看中他的实力 说着 曹总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将茶杯推到我面前 你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 也十分有才干 想跟着曹总干嘛 听到这话 我又愣住了 按照一般的理解 这曹总位高权重 可以说 东区所有的大小员工 都是在跟着他干活 听他的指示 但他此刻的意思 显然是要提携我 说难听点 他想收买我 这要是以前 我肯定狂喜交价 直到 自己是遇到了贵人 可如今 我又不是愣头青 这么恐怖的公司 我哪赶上这条贼船 我顿时虚伪地激动起来 曹总 您太过奖了 您一句话 我李牧抛头颅洒 热血都不为过 但我只是个 普普通通的底层员工 何德何能 能让曹总青睐 这曹总显然没遇到过 像我这么虚伪的年轻人 顿时笑了两声 叹气道 小家伙 你知道我们整个集团 每年能赚多少钱吗 我自然是摇头 说我不知道 而且就算我知道 我也数不清 那是多少个亿 不说前几年吧 就说去年 整个集团的营业收入 高达四千多个亿 听到这数字 我顿时一个干产 四千多个亿 那特么是多少 我就算去买这么多名币 都得花我不少钱吧 你再看看如今的房价 蓝江市的物价 还有你每个月的衣食住行 曹总看着我 似笑非笑道 在想象你这一年多以来 你被多少人看不起过 又被多少人踩在脚底下过 很多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而有的人就缺一个机会 残酷的是 几乎很少有人有这个机会 我刚才泡的茶 两万一斤 别人送的 不知道你喝不喝得下这杯茶 说着 曹总端起自己的茶杯 似乎在等什么 而我 早已被他的话洗脑 使我深信不疑 鬼使神差 就举起了茶杯 我小啄了一口 发现这茶很苦 很色 还没有我那十几块钱 一斤的茶也好喝 但这茶就是有一股奇妙的味道 让我很喜欢 那是金钱的味道 我真不想上这曹总的贼船 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口喝完 认真道 曹总 您的茶很好喝 以后我也要喝这种茶 哈哈 曹总顿时大喜过望 赞赏地说道 年轻人好好干 以后别说是这种茶 这普天之下 没有什么茶 是你喝不到的 我很少会去提些年轻人 但你很优秀 是个人才 我看好你的未来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只有你能知道 希望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顿时一惊 这个其他人 难道是指向龙他吗 到底是什么事 这么神秘 不会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吧 我要是知道的太多 就算是彻底上了这条贼船了 到时候若是想下船 我恐怕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知道的太多 被灭口 第47章 周玉辉死后 从曹总的办公室出来 我许久都没能平静 我不知道 我是上了他的贼船 还是上了公司的贼船 刚才在里面 我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得知了公司的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 算机密 也不算机密 因为有的事情 公司的很多高层也知道 之所以说 我不知道是上了谁的贼船 是因为整个集团内部 早已经四分五裂了 据曹总说 自从周玉辉这个集团大股东死后 他在集团所持有的股份 很快就被其余四个股东瓜分殆尽 而这四个股东 瓜分完周玉辉的股份后 就各自持有 集团25%的股份 这算是四个人都持平了 谁也没吃亏 谁也没占更多的便宜 原本说来 四家人不应该再有什么矛盾 可这四个股东 为了争夺执行董事长的位置 获取更多的权利 最终还是大打出手了 直接把集团分裂成了四个区域 以前这四个区域的划分 仅仅只是 为了方便集团的管理和运营 而如今的四个区域 却真的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家人 集团被分裂之后 就彻底不会再有执行董事长这个职位 所以 四位董事长 一起推举了一个最高打工者 CEO出来 负责集团总部的运营和日常事务 虽然集团早已分裂 但绝不会真的各自成立四家公司出来 出于共同的利益获取 四家人在大事大非上 还是要考虑整个集团的未来利益 但若是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四家人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而曹总 就是东区董事长雷兆明 扶持起来的总经理 也可以说是雷董的代言人 据曹总所言 周玉辉生前掌握着其余四家人 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而四位董事长 一直都在寻找这个东西 公司之所以要不断派人去那栋凶宅 就是要找到这个东西 这是雷董的意思 我才知道 公司收购这栋凶宅 其实根本不止花了一百万 一百万只是明面上的说法 因为其余三家人也想收购这栋凶宅 那毕竟是周玉辉死前居住的地方 在四家人明争暗抢的情况下 东区的雷董花了将近一个亿 才抢到这栋凶宅 这其中花费的具体代价 我这个小人物自然是没资格知道 我只知道 这栋凶宅根本不会被拍卖出去 而被派到这栋凶宅里的试睡员 说难听点 就是去烫雷的 去当炮灰 雷董的真正目的 就是想让我们这些试睡员进去送死 按照这个雷董的脑回路 只要死的人越多 就能越快平息周玉辉一家人的怨气 等平息的差不多了 雷董就会找高人 去超度周玉辉一家人 我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 差点没忍住想砍死曹总 这他妈的 何止是拿人命不当人命 简直是拿人命当草剑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这些资本家 能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而这曹总 甚至一点不避讳 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事 他告诉我 一周之后 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为那天是中元节 是白鬼夜行的日子 这个日子相当凶险 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是个什么节 但正所谓最凶险 就是最安全 那天晚上 不只会有很多 游魂野鬼出没 还会有很多 不知名的高人出没 因为这些高人 要维持阴阳两界的秩序 以防恶鬼害人 所以那天晚上 身为厉鬼的周家人 是绝对不敢出现的 他们只要一出现 就会被那些高人察觉 曹总要我继续带领 昨晚的那些人 再去月光路凶宅一趟 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找到雷董想要的东西 我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石小天那些人 从曹总办公室出来以后 全都面带怒色 因为这些人全都被曹总威胁了 曹总逼他们 在中元节那天再入凶宅 至于是怎么逼的 又是怎么威胁的 曹总自然不会告诉我 这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昨晚才死里逃生 结果又要被逼着去凶宅 我估计 他们想杀了曹总的心都有了 后来我问曹总 雷董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既然我们要飞去凶宅一趟不可 总得让我们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吧 可曹总却说 他也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东西 但以我的聪明才智 一定能分辨出来 那就是雷董想要的东西 之后 他现场给我转了二十万 这是我跟着他混的福利 而且从他口中 我还得知了一个比较意外的信息 原来陈学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加入玉龙集团了 但他是最近才来的我们公司 因为他以前是西区那边的人 按照曹总的意思 这个陈学是西区那边派过来的奸细 目的就是想半路打劫雷董的东西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让我小心点陈学 先别揭穿陈学的身份 他还说陈赫也要小心点 因为陈赫是陈学的堂哥 他甚至怀疑陈赫的姐夫也是奸细 从办公室里面出来 我整个人已经梦了 我清清白白的活了二十几年 本本纷纷做了二十几年的老实人 进上了这么大的一条贼船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一周之后 我竟然还要回到那个鬼地方 第四十八章 那件东西 如今我已是骑虎南下 被迫上了贼船 但我在心里发誓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绝对不允许我去干杀人放火的事 一旦这曹总要我去干缺德事 我肯定第一时间跑路 绝对不能跟他狼狈为奸 我现在从他这里 拿了二十万的好处费 这对于贫困的我来说 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 我就算拿着这些钱 离开兰江市 去一个新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以我的口才和能力 未必干不出一番事业 总之 这艘贼船的水太深了 我根本玩不转 说不准哪天 我就被曹总这帮人给阴死了 而且 我已经从曹总这里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 一直缠着 我的那只鬼 就是周玉辉 不光是我 之后所有死在那栋凶宅的人 其实都是被周玉辉给害死的 还记得我第一次被骗去凶宅 我估计 那晚周玉辉就打算来害我 但陈雪和张美倩的出现 才导致周玉辉没机会下手 张美倩其实根本不是要害我 也不是要骗我开门 相反 她是最不愿看到我开门的 因为和周玉辉的 骗术比起来 张美倩的骗术 要显得低级很多 她伪装成公司的一个女员工 很容易就被我识破了 这种低级的不能再低级的骗术 根本就是在反其道而行 故意提醒我那扇门不能开 只是我当时还不清楚这么多的内幕 所以没想到张美倩是在善意提醒 而周玉辉的骗术 就比张美倩的骗术高明多了 可谓是让人防不防胜防 因为昨晚我差点就要开那扇门 之后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当晚就遇到了鬼敲门 其实那也是周玉辉来敲的 所以后来 我在门口看到的鞋印 才会是一个男人的脚印 按照周玉辉的骇人手段 我最终的结果 必然也会跟丁海泉一样 最多撑七天就会死 但我没有丁海泉那么重的阳气 所以 在鬼敲门的第三晚 就是我的死期 可那晚发生了意外 女疯子刘明明 误入了我那栋楼 替我挡了一劫 拖延了周玉辉害我的事件 而那晚又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人 是这个高人 阻止了周玉辉继续回来害我 但这个高人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我怀疑是张美倩和她老公 或者是陈雪 因为第二天早上 我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陈雪 一直到昨晚 我又自己跑去凶宅找死 主动给周玉辉送上门 当时要不是刘明明的鬼魂出现 助我揭穿了那个贾老宋 我昨晚肯定就被周玉辉给害了 想到这儿 我顿时不再恐惧回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我是肯定要再去一次 但我绝不会按照曹洪辉说的去做 我一定要找到他说的那个东西 因为我怀疑 那个东西 很可能是对这四家人致命的存在 所以 雷董和其他三家人才会一直寻找 我甚至怀疑 这个周玉辉之所以被人灭门 估计也是因为那件东西 只要我找到那件东西 逼周玉辉出来 以此来交换刘明明 到时候 我直接带着刘明明跑路 离开这座城市 至于那件东西是什么 到底有什么用 那我就管不着了 就让他们狗咬狗吧 很快 保安把手机归还给了我 对我的态度也客气了很多 我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 屋主管拉着我 问了我一些事 大致就是问我 曹总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当然不能告诉他 我怀疑屋主管也是曹总的人 当然 我不确定屋主管知不知道 公司拿试税员去当炮灰的事 但他这种人 一向只听主人使唤 这种人 我得离他远点 我便随便敷衍了几句 跟屋主管说 我这一周 可能不会来公司上班 是曹总批准的 一听到曹总批准这四个字 屋主管看我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他是个老狐狸 应该看出了什么 我不再管他 便乘坐电梯下楼了 到了楼下 我准备给老宋打电话 向他报平安 但还没来得及拨通他的号码 我手机就接连震动了好几声 我一看 是微信群里的消息 昨晚在凶宅的时候 当时还没出事 石小天建了一个群 把我们所有人都拉了进去 此时群里 竟是陈鹤发的消息 大家今晚聚聚吧 我知道 你们跟我一样 晚上我做东 再进来饭店 大家能来吗 要来的回复我一下 我好定位 我不禁笑了一声 想不到向来 目中无人的陈鹤 竟然也有低调和谦虚的时候 请人吃饭 还这么卑微 看来 他昨晚真的被吓到了 很快 群里 又是好几条信息 全是石小天 他们回复的 收到 向龙和陈雪也回复了 过了一会儿 陈鹤又发来一条信息 李牧呢 李牧看到信息了吗 李牧 看到信息你回复一下 晚上来一趟吧 我没有跟他装逼 马上也回复了一个 收到 其实按照陈鹤的性格 我昨晚 揍他揍得那么惨 他肯定要跟我没完的 但这家伙也不是蠢货 他肯定知道 所有人都被公司威胁了 包括我 既然我们所有人 都还要再去凶宅一趟 我自然是这群人里面 唯一能保住他们命的人 昨晚要不是我 他们就死了 这陈鹤还挺实时务 我不在管群里的消息 直接给老宋打了个电话 跟他报了平安 然后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 有很多事情 我都想跟老宋沟通一下 不管怎么说 也不管老宋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本事的专业人士 一周之后 还要去凶宅一趟 那晚又正好是中元节 我心里没底 还是要跟老宋请教一下 挂了电话 我从公司大厅出来 就准备来辆车去见老宋 可我还没来得及上车 就被一个人拉了回来 我扭头一看 顿时有些不可思议 是老王 这老小子 躲我这么久 他居然主动跑来见我了 第49章 七天时间 我看着老王 心里五味杂陈 之前在曹总的办公室 我特意问了一件事 我当时问的 就是关于老王的 毕竟在曹总看来 我已经算是自己人了 我也就没客气 直接问他 我被骗去凶宅这时 是不是老王故意而为 当时曹总说 要派去凶宅的是税员里面 其实根本就没我 因为我当时还在销售部 我根本不在炮灰的行列之中 他也不清楚 我为什么会被派去 那栋凶宅 我跟曹总说 是因为老王拿错了资料 无意间拿到了 月光路凶宅的资料 所以我才误入凶宅 可曹总却说 要拿错资料 而且还要在拿错的情况下 拿到月光路凶宅的资料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 我肯定是被老王下套了 但他也不知道 老王为什么要给我下套 因为老王不是他的人 说得俗一点 老王就是一个单纯靠 能力上位的销售部经理 没有上过这条贼船 我当时就有些梦了 如果说 老王也是这条贼船上的人 那他骗我去凶宅 送我去当炮灰 这一系列行为 就很符合逻辑 可他竟然不是这条贼船上的人 却还是要骗我去凶宅 他难道拿害人当爱好 而且 他已经骗我去凶宅了 却还要告诉我 第三个房间的秘密 救了我一命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老王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不过 我最讨厌的 就是人家骗我 利用我 此时在看到老王 我心里多少有些难受 这个曾经的好大哥 我到底应该怎么面对他 李沫 听说你昨晚 又被派去那栋凶宅了 还死了两个人 你没事吧 老王一脸关切地问候我 竟没有一丝尴尬 我心说 这人真是城府够深的 表面一套 背地里一套 还切换得毫无痕迹 我点点头 说昨晚确实死了两个人 但我没事 我靠 你小子还真是命大 老王拍了我一下 像往常一样 跟我开着玩笑 但我哪有心情跟他开玩笑 只是死死盯着他 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老王见我这么盯着他 顿时有些不自然起来 骂道 你是不是又撞邪了 几天不见你 不会改变性取向了吧 我冷冷道 昨天我去门店找你了 但你避而不见 还让保安在后门拦我 为什么 老王顿时一愣 一拍脑袋道 嗨 昨天我家里有点事 我根本不在门店啊 你说 哪个保安拦你 我回头好好教训教训他 我叹了口气 对这个人彻底失望了 明明都已经心知肚明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在跟我演戏 真拿我当傻子 如果我对面站的是吴主管 我肯定陪他演下去 但毕竟是我曾经最信任的人 我没那么强大的表演能力 你做过什么 你心里清楚 我扔下这句话 直接钻进车里 关上车门 让司机开车走了 透过反光镜 我看到老王愣在原地 脸上有着些许无奈 我看不透他的无奈 也无法理解他的无奈 总之 我以后不会在他手底下继续做事了 这段友情 也大概结束了吧 饭店里 我主动带着老宋 来了一家上档次的饭店 给他点了一桌子好菜 我知道 老宋喜欢吃喝 他毕竟在凶宅外面守了我一夜 我也不能吝啬 还是像上次一样 老宋跟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一顿狼吞虎咽 吃饱喝足后 我这才跟他交流了一下 昨晚 在凶宅发生的事情 您老说得对 我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救别人 我根本谁都救不了 我叹了口气 心里十分难受 活生生的两个人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遇害了 说起来 是我救了其他人 实际上 是那个房间的功劳 而且我当时 差点就要跑去开门 害了所有人 老宋听完 没有像往常一样 调侃我 也没骂我 我看得出来 他昨晚一宿都没睡 精神跟我一样为民 你是谁都救不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用吗 老宋笑了两声 端起酒杯道 你至少知道 那个房间能救你们 所以 你才能保得了 剩下的那几个人 我心说 这老爷子真会来世 知道吃了我的饭 难得地夸了我两句 不过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你并没有完全保下他们 老宋突然又把话一转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顿时一正 脸色狂变 你是说 昨晚那些人 也会像我和丁海泉一样 被鬼敲门 卧槽 我竟然把这么重大的事 给忘了 实在是我今天 接受的信息太多 一直在思考其他的事情 想着想着 我就忘了这茬 老宋点了点头道 不出意外 这几个人从今晚开始 都要遇到鬼敲门 而且会在七天之内 接连死去 还有你 你别忘了 你是最早遇到鬼敲门的 你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听到老宋的话 我顿时一个干颤家废斗 我既然连我 也遇到鬼敲门这事 我都给忘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这几天 我和陈赫他们 还得面对鬼敲门 又是七天 曹洪辉也说 七天之后 让我们再入凶宅 但照眼下这情况 我们还等得到七天之后吗 恐怕七天之后 我们都死绝了吧 我问老宋 有没有什么办法 是可以破解鬼敲门的 既然这个世界 有自己的规律 那就根本不存在 无法破解的东西 肯定存在 能够破解鬼敲门的方法 我还告诉老宋 我已经知道 骇人的那只鬼 到底是谁了 是周玉辉 老宋听到我的话 明显一愣 问我是怎么确认这件事的 老宋 你先别问这么多 总之我能百分之百确定 骇人的就是周玉辉 我看着老宋 认真道 如果你知道破解鬼敲门的方法 就赶紧告诉我吧 这次可不止我一条人命啊 好几条人命 事情愈发变得严重起来 老宋也没有心思跟我开玩笑 他想了想 意味深长道 不是我不肯告诉你 而是这个方法很冒险 我告诉你 你不一定敢去尝试 我顿时哭笑不得 说都这种时候了 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难道还有什么 比死更可怕吗 可谁知 老宋接下来的话 让我彻底哑口无言了 让你去死 你敢吗 第五十章 冰死体验 让你去死 你敢吗 听到老宋这句话 我一口饭菜 差点没喷出来 我愣了半天 心想这还 真是个好主意啊 我死了之后变成鬼 那周一辉自然也就不会再来骚扰我了 这老爷子 还真是足智多谋啊 老宋 你能不能正经点 我让你想办法 你倒好 直接让我去死 我没好气到 我怎么不正经啊 老宋 却是面不改色 一本正经道 你一个念过大学的大学生 没听说过冰死体验 我顿时一愣 下意识地点点头 说我听说过 所谓的冰死体验 就是指人 马上就快死了 但最终又被奇迹般地救了回来 而这期间的一些主观体验 就叫冰死体验 大学的时候 我看过一些报道 说经历过冰死体验的人 都会在那个阶段 看到一些比较神奇的事 有的会看到早已过世的亲人 有人会看到 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甚至还有人看到过地狱 并且在身体恢复之后 能够详细描述出 他所见的地狱 具体是什么样子 当然 没有人能够证明 这些经历过冰死体验的人 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到底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只是这些人 在冰死之时 所产生的主观体验 或是幻觉 但用现代科学来解释 肯定只能解释为幻觉 我说让你去死 就是让你 去体验冰死的感觉 老宋继续解释道 人的灵魂 若想要离开肉身 通常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就是在死后 肉身死去 灵魂离体 从而变成鬼魂 第二种 就是灵魂出窍 可想要灵魂出窍 需要专门修得此数的人 才能做到 其他人 哪怕是我 也无法办到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介于生死之间的状态 这个状态 就是冰死体验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宋 可我为什么要去体验 冰死的感觉 难道 你是想让我用假死的办法 骗过周玉辉 这个办法 理论上倒是行得通 可关键是 冰死也是有危险的呀 那些经历过冰死体验的人 可以说是万里无一 不是谁都能在冰死的时候 被抢救过来的 而且 就算我能够成功骗过周玉辉 那陈鹤和石小天他们呢 先不说他们敢不敢 就算他们敢 按照这个死亡概率 我估计 最后能回魂一个就不错了 你想多了 老宋白了我一眼 周玉辉不是一般的鬼 你想通过这种方法 骗他根本不可能 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指导他的老巢 利用你灵魂离体的优势 用其他手段让他元气大伤 或者是直接镇压他 让他永远不能出来害人 这样你就安全了 我听得冷汗直冒 莫名紧张起来 按老宋的意思 这倒是不视为一种 摆脱鬼敲门的方法 可这是要去死啊 我能不能回得来都还两说 而且 我必须要在灵魂离体之后 彻底镇压周玉辉这只鬼 我才能真正摆脱他的纠缠 就算我把他元气大伤 他也有恢复好的那一天 到那时 他不想方设法弄死我才管 再者说 这周玉辉死了五年了 怨气又极大 连张美欠两口子都不敢惹他 我又哪能是他的对手 这个方法太冒险了 跟找死没区别啊 但我不想搏了老宋的好意 就说 我先考虑考虑 毕竟这个方法死亡率太高 我得慎重点 老宋也没再说什么 毕竟是完命的事 他当然不会给我什么压力 我看着老宋 突然想起周玉辉和陈雪说过的话 这两个人 都说老宋是害死周家人的凶手 我想问问老宋这事 可话到嘴边 我又不敢问了 毕竟这是灭门惨案 就算是老宋干的 他怎么可能承认 我心说 这老头看起来 也不像是穷凶极恶的人 难道他跟老王一样 也是个两面三刀之人 之前听曹洪辉给我讲的那些事 我就有些怀疑周玉辉之死 很可能是出自集团里面 那四家人之手 当然 可能是某一家人干的 也可能不只是一家人下的手 其目的 就是想要周玉辉手中的股份 还有他手里握着的那件东西 如果当年骗周家人 住兄宅的那个大师是老宋 那这老宋 难道也是 在给玉龙集团里的某个人卖命 我发现 我最近是越来越爱思考了 都是被周玉辉那死鬼逼的 但这是 是我这个屌丝该思考的吗 正所谓知道的越多 死得越快啊 我觉得 这事跟我没太大关系 我还是不去想了 便问老宋中元节 白鬼夜行的事 老宋顿时一愣 问我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想了想 还是把曹洪辉收买我的事 给他说了 中元节 的确是白鬼夜行的日子 老宋很直接地告诉我 这个节日和清明 重阳 除夕 被并称为祭祖大节 这四个祭祖大节 原本并不是鬼节 自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 最初的意义 只是单纯祭祖 只是后来人们发现 鬼魂特别容易在这四个节日 大肆出没 所以 民间就有了鬼节的说法 那这四个节日 是不是很凶险 我好奇地问道 毕竟中元节那天 我还要去凶宅一趟 我肯定要打听清楚才行 第五十一章 煞与罗刹 说凶险也凶险 但并没有你想得那么恐怖 老宋解释道 古时候的人们 比我们更加尊重老祖宗 所以他们 很看重祭祖的节日 在古时候 祭祖那一天 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但同时人们也发现 一到祭祖这一天 就会有很多游魂野鬼出没 来争强给老祖宗的供奉 人们为了不让这些鬼 冒犯到老祖宗 所以 每次在祭祖的时候 也会象征性地祭拜 一下那些游魂野鬼 给他们烧些蜡烛元宝 或是黄尺供奉 这千百年的习俗 人和鬼就达成了一种默契 一到鬼节的时候 人们就会在祭祖的同时 多烧些纸钱 给这些没去投胎的鬼 而这些鬼拿了好处 平时也就不会出来骚扰活人 至于除夕那天放炮 自然也不是驱赶什么年兽 就是驱鬼辟邪 所以 为什么直到现在 也会有很多老一辈的人 常警告你们 鬼节的时候 晚上尽量不要出门 就是因为 那是鬼魂出没的日子 虽然大部分的鬼魂 都不会害人 但难保会有你这种倒霉弹 冲撞了邪碎 导致走霉运 老宋看着我说道 所谓的白鬼夜行 其实就是鬼魂大量出没的意思 没有别的含义 我听完 已然是目瞪口呆 我发现 这个世界 还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法则 而且这些法则 有的最初还并不存在 但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后 就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法则 也可称之为规律 不得不说 老宋给我讲的这些 还真是让我有了不小的收获 我现在已经懂了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 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法则的 没有绝对的无法破解 或是无敌的存在 像什么飞檐走壁 遇见飞行 这些只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东西 压根就不存在 因为毫无逻辑 只要找到这些逻辑里的一物 想一物 就能够将其破解 我们甚至能把鬼理解成为 这天地万物之中的某一物 其实 他们也是万物中的某一个物种 而我们这些人死了以后 同样也会成为这个物种里的一员 想到这儿 我顿时释然了一些 好像没那么怕鬼了 但是有一点你得记好了 逻辑不会骗人 但人可是会骗人的 老宋看着我 又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顿时一愣 忙问老宋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曹总说的的确没错 白鬼夜行的日子 会有很多高人出没 他们要维持阴阳两界的秩序 毕竟难保会出现几只不听话的鬼 会祸害活人 所以在鬼节 厉鬼反而是不敢随意出现的 就怕成为众矢之地 引起这些高人的注意 老宋把话一转 严肃道 可前提是 这周玉辉的真的是鬼 他如果不是鬼 这个曹总就很可能是在忽悠你们 你们要是真在那天去了 大概率是要找人家的套啊 我顿时大惊失色 不可思议地看着老宋 等等 你说 这周玉辉的真的是鬼 可他不就是鬼吗 这还能有错 他都死了 不是鬼 还能是傻 不见得 老宋却是摇头道 你好好想想 既然张美倩两口子从没害过人 那周家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如果周家人是被人为害死 那害死他们的人 为什么不直接在他们变成厉鬼之前 就将其灵魂镇压 而是要放任他们害人 我心说我哪知道 这周家人不是你害死的吗 还跟我在这桩 你直接告诉我不得了 不是 为啥害死他们的人 就非得 在他们变成厉鬼之前 还镇压其灵魂 我反驳道 这不嫌得蛋疼吗 害人的人要真这么好心 为其他人着想 那他就不害人了 老宋白了我一眼 随后就一脸得意 这曹总骗得了你 但他可骗不了我 他跟你说 你们公司之所以要不断派人去那栋凶宅 是希望死的人越多 就能越快平息周家人的怨气 他是这么说的吧 我点点头 说没错 那就对了 老宋顿时更得意起来 冷笑道 这他娘的就纯属扯淡 你见过有钱人嫌钱多的吗 你觉得杀人犯杀的人越多 他就能越快立地成佛的吗 这曹总也就能骗骗你这种傻别 你好好想想他的话 还能有点正常逻辑吗 我顿时一惊 也顾不上老宋又骂我 若是按照这曹总的意思 厉鬼杀的人越多 就能越快平息怨气的话 那厉鬼杀人的意义 就只在于平息怨气 可按照因果论 厉鬼杀了无辜的人 就得沾染无辜之人的因 从而形成新的果报 也就是报应 这就等于我被陈小妍害去坐牢 我因为有怨气 然后我去杀其他的女人泄粉 完事陈小妍安然无恙 无辜的女人却遭了难 我还得被枪毙 我既没报得了仇 我还把自己给玩死了 如果我不是有神经病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蠢事的 因为毫无逻辑可言 所以当曹总告诉我 厉鬼杀的人越多 就越能平息怨气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哎呦卧曹 我以为他真当我是人才要拉拢我呢 搞了半天他 还是要送我去当炮灰啊 妈的 我气得直拍桌子 把这曹总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他居然在这件事上骗我 肯定不安好心 这周玉辉杀人都杀上瘾了 乃会有平息怨气的那一天 他明明会一直杀下去 老宋 如果这曹总在骗我 那周玉辉就会一直杀人 可你刚才又说 周玉辉很可能不是鬼 那他是什么玩意 我盲问道 我怀疑 有人在故意养鬼 而且养的还是厉鬼 老宋一脸凝重道 当厉鬼害死的人越多 他就会进化成邪魔 这种邪魔被称之为煞 煞与罗刹中的杀有些许相似 而且同为恶鬼 只不过真正的罗刹 是佛教之中的守护神 不同于邪魔 所以厉鬼再次进化之后 同名为煞 一旦煞成形 至少当代 没人能够将其镇压 我听到此 手脚都已经发软了 差点从椅子上滚下来 他姥姥的 我连厉鬼都对付不了 竟然还有人想把周玉辉煉成煞 也就是说 我李牧 横竖都是个死了 第五十二章 我成了主心骨 我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谁要把周玉辉煉成煞 如果当初骗周玉辉去死的 那个大师是老宋 那这个人 大概就是老宋了 可老宋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直接把周玉辉 煉了不就得了 可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宋 那老宋大概率也是和那个 想把周玉辉煉成煞的人是一伙的 他更没必要告诉我这些 我突然发现 这些是太费我脑细胞了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其中的逻辑 总之 那个人是谁 现在对我来说 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怎么在七天之后的中元节 当晚活下来 我现在怀疑你说的那个曹总 他要么就是那个煉煞的人 骗你们继续去送死 祝周玉辉早日成煞 要么 他跟周玉辉是一伙的 老宋一句接着一句 直接说得我冷汗直冒 我连忙让老宋打住 让他别再吓唬我了 老宋 你就直接告诉我 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万一这周玉辉真的成了煞 我就真的彻底没救了 说着说着 我眼睛都红了 我不知道 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年 这辈子竟然我这么倒霉 怎么什么事都让我遇上了 我已经把方法告诉你了 怎么选择 你自己做决定吧 老宋一副高高挂起 势不关己的模样 我事先提醒你 他如果真的变成了煞 就算你找到破解之法 你也对付不了他 你唯一下手的机会 就是在他成为煞之前 彻底将他终结 哦对了 七天之后 你肯定是要死的 兴许你都活不到中元节呢 我欲哭无泪 甚至都有些麻木了 横竖都是个死 这老宋还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他就不能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感受吗 老宋吃饱喝足后 要准备离开了 如果我想好了就去找他 但我不能想太久 因为周一辉不会给我时间 还有 你好像变了 老宋若有深意地看着我 我顿时一正 问他什么意思 上次你请我吃饭 我看你掏钱的时候 心都在滴血吧 你这次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带我来这么上当次的地方 你小子发财了 听到老宋这么一说 我顿时有些心虚起来 我不敢告诉他 我收了曹洪辉二十万 这是说出来挺丢人格的 我只能撒谎 说我都是快死的人了 还在乎钱干啥 该花就得花呗 老宋什么也没再说 起身经过我身旁的时候 突然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最好别拿 否则老天爷会让你 以其他的代价 加倍吐出来 有些传上了 可是不好下传的 说完 老宋直接走了 我愣了半天 没明白他的意思 心说 咱俩都不是什么好鸟 你缺的事都已经干了 我就收了人家钱 我还没干缺的事呢 吃完饭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倒头大睡 对于我的睡眠质量 我是十分佩服的 都死到临头 我还能睡得这么想 可毕竟接下来这几晚 肯定是不会平静 我该睡还得睡 否则不能保持清醒 无法思考问题 大概睡到了下午五点 我从床上爬起来 洗了把脸就出门了 刚坐上出租车 我就收到群里发来的消息 是陈鹤发的 李默 你来了没 用不用我开车过来接你 我回复说 不用来接我了 我马上就到 我突然想起 之前在销售部的时候 由于我们门店的员工 都是年轻人 所以 能买上车的人很少 而陈鹤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我存了点钱 也想买辆十来万的 国产车开开 好接送客户去看房 可没想到因为打架 钱全赔给陈鹤了 这要是以前门店聚餐 陈鹤别说来接我 管我爱去不去 去晚了 还得给他们 这帮老员工结账 很快 我就到了金莱饭店 下车后我才发现 陈鹤他们已经全到了 但全都站在门口 不知道是不是在等我 等进了包厢之后 我看饭菜 都在网上乘了 才知道 这些人真的是在等我 我没到 他们竟然都不上座 今天把大家叫来聚聚 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人到齐后 陈鹤满脸沉重地开始讲话 公司威胁我们 要我们七天之后 再去那个鬼地方一趟 去找什么鬼东西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一副 唯米不振的样子 最终 他们全都 把目光投向了我 陈鹤也看着我 一番交谈下来 我才知道 这些人 竟然真的都被公司威胁了 昨晚我跟他们一起 经历过生死 他们看得出来 我知道一些凶宅的内幕 而且 他们还认定 我是有点本事的人 否则昨晚也不会保下他们 所以 在他们心里 我现在俨然已经成了 他们的主心骨了 我看着他们 心里迅速盘算着 到底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至少我没被公司威胁这件事 我就不能告诉他们 否则我肯定要成为重视之地 他们甚至会怀疑 我是公司派来的奸血 是来监视他们的 我想了想 把我知道的一些内幕 精挑细选地跟他们讲了一遍 同时省去了很多对我不利的信息 只跟他们说了 凶宅的鬼是谁 又害死了哪些人 并且 我跟他们说了鬼敲门的事 你是说 我们所有人都要遇到鬼敲门 我们 全都活不过七天 陈赫猛地站了起来 浑身都在发抖 我看他们发抖的样子 都快把这饭桌给掀了 我点点头 很遗憾地告诉他们 不光是你们 我也是 而且七天之后去凶宅 还不一定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能不能活到七天之后 都还是未知数 第五十三章 隐藏更深的人 陈赫召集所有人过来的原因 其实是想 听我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 可没想到 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 更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是想来挣钱啊 一个同事激动到 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抗吗 不能去报警吗 这到底是家什么公司 他们是犯罪集团吗 就没人能管他们 听到他的话 所有人都叹了口气 陈赫有气无力道 还是省省吧 我姐夫都跟我断绝来往了 他最后一次警告我 让我千万别报警 否则要连累家里人 报警根本没用 这家集团是全国性的大企业 人家动动手指 你明天怎么不见的 你都不知道 陈赫虽然也是底层员工 但好歹有个当经理的姐夫 多少也见过一些世面 这其中的阴暗 他比谁都清楚 但我着实没想到 他姐夫怕被连累 竟然都跟他断绝来往了 我也是才知道 公司威胁这些人的手段 竟然是死亡威胁 而且还威胁他们 如果不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做 他们的家人也要受牵连 这样的威胁 说丧心病狂都不为过 我现在才知道 所谓的人人平等 那他娘的 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有时候底层人的命 在这些资本眼里 简直比草芥都还轻贱 我看他们都快崩溃的样子 也出言安慰到 大家也别太绝望了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 怎么度过这七天 我不敢保证 能保你们所有人的命 但我会尽力 因为我也跟你们一样 大家现在也算是 同一条船上的人 有些不好听的话 我得提前警告你们 回想起昨晚上这些人 是怎么对我的 我态度顿时有些不好 我希望 你们能信任我 并且听我的指挥 别老干那种 羡慕杀驴的事 别总想着自己 如果你们不团结 被地里再阴我 到时候谁死谁活 我一概不管 听到我的话 石小天几人 顿时有些尴尬 陈鹤芒 给我倒了杯酒 一副跪舔的样子 李沫 你知道我这个人 喜欢装逼 以前都是我不对 但我跟你发誓 以后我再也不在 你面前装逼了 小弟就这一条命 今后全听你使唤 只要我能活下来 我做牛做马都抱打你 我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跟他喝了这杯酒 接下来 又是石小天 他们挨个来敬酒 那态度 简直跟儿子 见了亲爹一样 我也没想到 我还有这么风光的一天 可承担着 这么多人的生死 我半点 都得意不起来 反而有些压力山大 全场唯一没有 过一天我的两个人 一个是陈雪 一个是向龙 陈雪的话一直很少 只有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会那副吊炸天 看不起人的样子 而向龙 我虽然跟他还不熟 也只相处了一个晚上 但我觉得他 这人十分有骨气 而且有自己的底线 如果要让我从这些人里面 挑出来一个我最信任的人 我肯定挑向龙 不过 他虽然没巴结我 但还是偷偷给我敬了杯酒 他那副天然憨的样子 竟也带了丝愁容和恐惧 兄弟 拜托你了 我拍着他的肩膀 喝了这杯酒 虽然嘴上没说话 但心里也只能说一声 我尽力吧 没准我还死你们前面呢 今晚 大家喝得都有些醉 但我没敢让他们 醉得太厉害 我知道 今晚肯定会有鬼敲门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我提议让所有人都不回家 以免牵连家里人 陈鹤很会来世 直接在附近的大酒店 订了一个套房 吃完饭 我们所有人都前往那家酒店 办理入住 这个套房 共有两间卧室 一个客厅 由于我们这群人里面 只有陈雪一个女生 所以 她单独一个卧室 至于其他人 大家都是男人 也没那么多讲究 就全挤在一个屋子里 睡不下的 就打地铺 我自然是不敢睡 便一个人开灯坐在客厅 也算是守夜吧 陈鹤他们 估计喝得有些醉 很快就睡着了 我正想着一些事情 就见项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在我旁边坐下 说他睡不着 来陪我一起守夜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聊到昨晚上的事 便有些好奇地问他 昨晚在凶宅的时候 他们全都不信任我 你却一直站在我这边 你就不怕 我坑了你们吗 项龙一脸憨笑道 我觉得 你不像坏人 我顿时愣了几秒 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我以为他会说出一堆话来呢 结果就一句 我不像坏人 我寻思我最单纯的时候 也没他这么单纯啊 我怀疑这哥们 是不是在跟我装唇呢 李牧 有些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项龙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一脸犹豫 这些话 也许不该告诉你 但我现在面临生死威胁 大家又同在一条船上 我不想瞒着你 我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 心到这哥们果然不是那么单纯 便引导他说下去 你说吧 有些事最好不要瞒着 这样对大家都好 项龙看着我 压低声音道 我不知道你对这家公司了解有多少 但据我所知 这家公司的内部 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而我并不是你们分公司的人 其实我一年前就已经加入了育龙集团 我是北区分公司的人 我听到项龙的话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搞了半天 连项龙这哥们 也是其他分公司派来的奸行 卧槽 他隐藏得比陈雪还深啊 第五十四章 有人撞邪 之前曹总跟我说 陈雪是其他分公司派来的奸行 当时他并没说 项龙也是奸行 这说明 连他都没察觉到 公司还有个奸行 项龙这哥们 隐藏的不是一般深啊 我记得之前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也说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种基本信息 公司不可能查不出来 这只能说明 北区分公司那边 还特意给项龙伪造了一个假身份 你妈 这不是无见到吗 这 我装作很震惊 啥也不知道的样子 看着项龙道 兄弟 你到底在说啥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说 你是北区分公司的人 那你怎么到我们 东区分公司来了 你之前不是说 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吗 项龙叹了口气 说他是个毛的大学生啊 他大二都没读完 就出来搬砖了 搬了一年的砖 他才进了育龙集团 在北区那边工作 我当时也是进了 试税员那个部门 但我干了一年 从头到尾 我都没遇到过鬼 项龙脸色难看到 之后北区分公司 派我来这边卧底 说是让我关注什么东西 一旦有这个东西的消息 就马上汇报给北区分公司 我特么前两天 才来这家公司报到 然后就被派去 昨晚那栋凶宅了 我现在就想活命 我根本不想 做什么卧底奸行 我看项龙 这委屈至极的样子 心说 他也不是当卧底的料啊 陈雪那样的才像卧底 这哥们实在是太单纯了 我就没见过卧底 自己承认自己是卧底的 他们领导咋想的呀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 打算还是不跟项龙 透露太多 不告诉他 我被曹总收买的事 我倒不是 有什么坏心思 想要暗算项龙他们 我尽管是收了曹总的黑钱 但我绝对不干害人的事 可我也要保护我自己 所以不该说的 我还是不能说 我说龙哥 你别怪兄弟说话直接 我觉得 你这个人看起来挺实诚的 你原先的领导 咋会想到派你来当卧底的 我好奇地问道 项龙一脸尴尬 我领导说我长得憨 啥里啥气的 这样更不容易让人怀疑 我听到这番话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他们领导倒真会看人 项龙这哥们 长得确实够憨 给人一种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感觉 他要是不自己承认是卧底 我估计 曹总怎么都查不出来 但这哥们 也确实没有 当卧底的心理素质 我小声叮嘱他 这话你跟我说说就得了 千万别告诉其他人 你是不是卧底我也不关心 但你放心 我肯定不举报你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想办法活过这七天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就怕项龙 把这话又告诉给别人 最后再传到曹总的耳朵里 到时候 曹总肯定不会让他看到 第二天的太阳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项龙点点头 俨然已经把我当成了朋友 接下来便是闲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聊着聊着 我们突然就看到 卧室里走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叫关恒 个子有些矮 长着一副营养不良的面相 就连平时都是为你不振的样子 我估计他没少看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此时他摇摇晃晃的 也不知道出来干嘛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和项龙的注意 项龙戳了我一下 似乎想跟我说什么 但还没说出口就被我抬手制止了 因为我发现 这个关恒好像有点不对劲 他竟然是在闭着眼睛走路 我顿时有些头皮发麻 忙叫了他一声 可关恒没搭理我 就好像在梦游一样 停顿了一下 突然就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 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难道这哥们撞邪了 要跑去开门 可我和项龙一直都在客厅坐着 根本没听到鬼敲门的声音 他为啥要去开门 项龙 快去叫醒其他人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忙吩咐项龙后 便跑过去叫醒关恒 可这关恒怎么叫都叫不醒 我只能伸手去拽他 但我发现 我好像根本就拽不动他 这小子好大的力气啊 我顿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直接就伸手抱住他 想阻止他去开门 按理说 这关恒无论是体型还是力气 都应该比不上我才对 可我使出了浑身力气 竟还是没阻止他停下来 我甚至整个人都挂在他身上了 他居然还在前进 卧槽 项龙 快过来帮忙 我大吼一声 冷汗直往外貌 项龙正敲响两个卧室的门 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也吓了一跳 忙冲过来 跟我一起阻拦关恒 可诡异的是 项龙明明是我们这群人里 最力大无比的人 竟然也拦不住关恒 我俩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根本拦不住关恒分毫 而此时 其他人也都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顿时脸色大变 卧槽 这哥们咋了 陈鹤一脸猛逼 我咆哮道 还问个鸡吧 帮忙啊 几个人醒悟过来 连忙也跑过来帮忙 就连陈雪都过来 跟着一起推了 我们一群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终于把这关恒给推了回去 将他死死暗倒在沙发上 他到底咋了 撞邪了 几个人连忙问我 我靠 我也不知道啊 他咋还不醒过来 我也看着他们 大眼瞪小眼 倒还是项龙简单粗暴 直接去厕所接了盆凉水 一股脑全泼在关恒头上 只见这关恒狂吸了一口气 灯时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是一个个人的 就是宿舍胸 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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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